科姆尔侧房停车点教学 首先进入侧房之前 先去领右侧边线30公分 咱们可以用雨刮器的最高点 沿着右边线走 看右侧就是30公分 停车点让车尾离开右拐角 大概1.5米左右就可以停车了 侧房停车限时90秒 从车辆停好后挂倒挡开始计时 第一个点观察右护视镜 看到右拐角消失 方向盘迅速又打满 第二个点低头弯腰 看左后视镜 当左后视镜中看到最里边 这个底角露出来的时候 方向盘回正 第三个点看后轮 当左后轮快要压到黄色虚线的时候 方向盘向左边打满 最后等待车身于枯边线平行停车 车辆停好之后 开启一个左转向灯 出锅的时候再次低头观察 左后视镜 看到最里边这个底角露出来的时候 就回正 回正之后往前走个两到三秒钟 往右打一圈方向 最后等待车子走直走正 就可以回正了 学会的点赞收藏 接着 快点赞收藏 我们现在赞收藏 在 把 没